那我也要跟大家講 5月5號的這個活動確定是取消了 那今天發生的視頻 也是牽液跟我們敬愛的這些 來社會大眾來誠摯的 跟你們大家的來說一聲對不起 道歉 因為我比較衝動 說慶禱 但是船北的一路 吃不是負責的 吃是非 吃 suis会,吃吃 喝 吃 火 吃 吃 吃 一開始 曾經高額的發這支影片 我可能在個性上 我有比較衝動 和笑容 來做一些進廟 社會家有一些活潦 來請大家和我的粉絲朋友 還有我們這些台灣的民眾 以及我這些親愛的哥哥 那我也要跟大家講 在今天5月5號的這個活動 確定是取消 在這個5月5號 運動場的這個制約 這個是確定是取消了 不管是春風、鳳梨 包括其他網紅 他們在網路上的指教 我只有兩個重點聲明 第一個 羅董 在這兩天 跟我的通話當中 他們都直接跟我講 千亿不用回應 第二點 不管今天是鳳梨 或是春風 或是說其他的網紅 你們今天講的這些東西 來千亿 都續性接受 我都續性接受 因為 社長三天啊 跟我這些長輩他們每天在這樣子通電話的溝通當中 其實我放下 對於 大家的指教 千亿都續性接受 再來 目前NFT這個部分 已經走到司法階段了 今天這段直播就是 告訴大家 在這個5月5號 運動場的這個制約 這個是確定是取消了 那接下來包括私人的會所的部分 基本上 因為 大家今天都有看到新聞嘛 不管是 長輩這邊的勸說 或是說各方面 這邊在5月5號的這一場 見面的 這個約約數跟見面的這個時間 應該是會取消的 在這一段時間 造成 社會 一些沸沸沸沸沸沸 原本只是我們兩兆 雙方大家在網路上的交流而已 變成說 演變到說 越來越多雜音進來 不管今天鳳梨 或是春風 或是說其他的網紅 他們今天在直播上講的 所有的東西 羅蕩也跟全哥是直接跟我講 不用回應 羅蕩也跟全哥講 完全不用回應 他說千怡 當今天你要坐在這個位置上面的時候 你只要虛心接受就好 你只要虛心接受就好 因為我講一句實在話 他們並非局中人 他們也無法去評斷局中事 那在這一個期間點我就放下了 所以說昨天黑哥 黑金城黑哥 他有發了一篇文 我看了大概有十遍以上 那黑哥今天 黑哥講的一個重點在於說 不論對對手或對象是誰 今天當大家站在這個 哪一根包括公眾媒體的 這個位置上面 今天 不是說今天誰贏誰輸 占了便宜都不是 而今天最後是很簡單 如何去讓事情圓滿 那這件事情在幾位這些 我們這些老哥 這些哥哥長輩的 他們這些的關心之下 那目前 是已經告一段落了 已經告一段落了 今天 羅大哥的話 羅大奶跟全哥的話 還有黑哥的話 我有停下去 告一段落了 結果各位你有發文 你有把這個長輩放在你的心上 你有把這個長輩講的話 聽進去嗎 有些網紅今天 在評論我之前 你們也自己要好好的要檢討一下 在直播上面 在公眾媒體上面 罵三字經 罵五字經 告派小孩大生 這是很不好的行為 在公眾媒體的反正 罵三禮金罵禮金這樣不好 所以大家記得 不要在網路上 讓這些可能 心心學子 去聽到這些 比較不好的字眼 好不好